谢谢啊 谢谢大家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啊 叫工作狂 其实你看工作 每个人都热爱自己的工作啊 但是工作狂呢 可能就比大家对于工作的这种 执着热爱要更过分一点 我身边就有一个 我媳妇就是一个工作狂 对工作极度痴迷 痴迷到什么程度 这么说吧 她上班四年 已经有六年的工作经验了 就是每天都当成 一点五天这么来用 真是包括我们俩结婚那天 天津市下午结婚 我们俩结婚那天 她中午还在单位上班 然后晚上九点 还要回去赶一个PPT 我觉得她就是中间 抽空跟我结了一婚 就这么热爱工作 而且呢 她这工作热爱到什么程度 天天下班特别晚 她还不害怕 半夜两三点钟回家 从来也不用人接 胆特别大 我说你这么大胆啊 你别都用在工作上 你用在玩上 要不你陪我上那个游乐场 那鬼屋咱玩一趟 我们俩真去了 到那这鬼屋 现在都是真人扮演啊 都是这工作人员 扮好的鬼 刚一进来 无鬼就出来了 吓得我都一哆嗦 再看我媳妇 面无表情 一点事没有 鬼也尴尬了 我们也是 有职业自尊心的呀 我们这一下唬你 你怎么连反应都没有 我先搁几个人 吃点劲 你看你这人 怎么没有影子呀 你看那是谁呀 你看我这刺牙 可怕不可怕 我吓得我哭了 我媳妇还什么事没有 这这儿有一年轻的鬼 灵机一动 说句话 被我媳妇吓着了 哎 这姐姐 你回家赶紧看看吧 你那PPT没保存 电脑就拦屏了 吓得我媳妇 当时就坐地去了 我媳妇 我媳妇